你有听说过切不垮的赌石吗? 无论你怎么切,里面依然会有冰种翡翠 打灯漂亮的颜色,让人浮想连篇的开窗 一夜暴富的欲望,让很多人都走上了赌石这条路 无数前赴后继的消费者,让原石商家看到了这条商机 再结合动人的销售画术,让一位又一位翡翠爱好者失去理智 买下了其实根本不可能切涨的原石 今天就用粉丝给老五季的三块石头 让真实玩家告诉大家其中的奥妙 今天又是发财的一天 我上海豪大哥给我寄的大宝贝到了 我们来今天来看一看 今天听说有帝王绿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死不得 头一块架子一万八 打灯反射出淡淡的黄色光芒 如果内部纹列不多,能出条手镯或几个挂件 那直接能让我们心满意足 来,这个本来是粉丝在直播间已经切过一刀了 然后他不相信直播间,然后又寄过来让我们切 来,那我们就直接开启盲盒模式 第一块来,三二一 放财 这不是凉凉吗 这个没有切的意义啊 其内部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 鉴定为 这块价值九千八 同样是中间切了一刀 打灯通体反射出橙红的光芒 这是红斐具备的特点 在如今市场上 好的红斐不仅少见 价格更是居高不下 最快不得了啊,红斐啊 顶级红斐 来,你会看一下顶级红斐 但上面的流氓窗 让这一切打上了问号 来,那我们来见证奇迹 看看红斐会不会内化 三二一 大掌 哎呀,这个也凉凉啊 这个没得搞了呀 和第一块有过而不及 打灯看范层红的表现 其实是烧红的 并没有价值 然后这块石头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典型的那种烧红的料子 你看整体通红 如果是天狼红的话 它通常只有雾层有 只有雾层有红斐 然后里面肉质一般是白的 也有可能里面肉质是黄的 反正就是红斐的料子 通常只有雾层有 它不可能整块石头都是红的 你看 那切开就是 这个已经显而易见了 就是烧红的 没有意义啊 最后一块全村的希望 价值六千八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块 给它扒一下皮吧 看看这块能做东西吗 到底能不能救回来一点 往回来一点 省事啊 切割出来 虽然打灯有着情敌的表现 但内部肿水过于细嫩 纹裂也过多 属于公斤料 首先它这个肿水也没达到 就是比较偏嫩的 比较糯的 它这种新冰料子都达不到 其次还有纹裂 所以说也基本宣告凉凉 然后 还是奋劝这位好大哥一些 如果是真的喜欢这块石头的 如果是真的喜欢翡翠的话 过来再找老五买 不至于说全军覆没 像这一块的话 真的运费都值不回来 这一块也没用 就这一块勉强能有点用 但是你说它能做啥呢 珠子珠子不行 牌子牌子不行 小冰店小冰店不行 拿回去当个假扇吧 这样摆着 有人说赌石就像买大小 无非就50%的机会 但事实上是残酷的 老五用自己一次次 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切掌永远只是小概率事件 普通人看看我们切就好了 真想买的话还是像老五说的 直接买成品吧